这一定是全网男生最想找的女朋友 她有一些心里话想跟你说 她说小杰 即使我们的爱情不再浓烈 但我是幸运的 上天赐给我一个善良美丽的女孩 你是我的爱人 是知己也是依靠 是我回头一直都在的人 是我坏情绪的疏导着 是累了永远可以拥抱的宝贝 我加班了 你会来接我带我吃烧烤 我不开心了 你还会逗我开心 对我说永远在我身边 你知道吗 在我心中你是最好的 是吗 你的声音最好听 你的味道最好闻 你笑起来的样子最美好 你陪着我的时候 我从未羡慕过任何人 我也是啊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的 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 我也没有羡慕过任何人 真的难为你了啊 你都记得我们在一起第一千天了 我觉得可能我真的没有你说的那么美好 但是 但是我也觉得自己这三年多 好像真的变得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温柔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像我闺蜜她们说的 其实 你可能也是暴脾气啊 可能是怎样 但是 当你跟一个 最适合你的 最懂你的人在一起 当你最幸福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 温柔 越来越让人喜欢 所以我想 这就是你跟我在一起之后 我得到最好的爱情的样子 其实是因为你我才变成这样 就像我其实 我不喜欢做饭的 遇到你这些 我根本就不喜欢做饭 可是我真的想跟你做饭 我喜欢看见你吃东西 那个满足的样子 我觉得哪怕我辛苦去 网上各种八财单学啊 然后 然后回头 试验很多遍给你吃 我觉得好开心 我以前也不是做家务 你知道的 在家里 爸爸他们从来不让我做家务 可是我就很想 在你回来之前 这样一干干净净的 舒舒服服的 你也不会那么累 也是因为跟你在一起 让我觉得 我想要跟一个人 一起走完一辈子 你给了我安全感 你给了我 未来所有的画面 我想你才是那个救赎我的人吧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我陪你去疯 这只飞机碰到雨天 终究会坠落 太残忍的话 我就说 以为爱很重 你却不想走 只往反方向走